2001年9月11日 是美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 就在这一天 美国本土遭受历史上最严重的恐怖攻击 911恐袭被称为第二次珍珠港事件 这不是两军队列的战争 而是对平民百姓的野蛮屠杀 这不仅是对美国的攻击 更是对人类文明的不宣而战 每年的9月11日 从大西洋畔到太平洋岸 美国到处都有纪念活动 纽约911纪念广场上 人们逐一念出2983位罹难者的名字 永远凝迹 西海岸的洛杉矶 佩伯丹安大学草坪上竖起三千面国旗 追思死难者 风卷国旗烈烈作响 时光一世 国伤难忘 提起那个清晨 很多人依旧黯然神伤 那天我正准备上班 看到新闻 第二架飞机撞进大楼里 悲痛万分 我在纽约长大 我上班每天出路的地铁站 与世贸大厦只有半街之隔 但后来看到废墟 我想到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受害者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才能做出这样可怕的事呢 我每年至少来两次 坐在这里思索 这些罹难者 被相识和不相识的人们怀念 我们应当感谢他们 替我们承担了死亡与痛苦 911恐怖攻击 死难者包括90多个国家的公民 西海中也有对他们的悼念 世人的悲痛 并不能让恐怖分子放下土造 但是发动偷袭的罪魁祸首 逃脱不了严惩 1941年策划偷袭珍珠港的 日本海军司令三本五十六 两年后在南太平洋被美军击毙 911恐袭的主谋 本拉登 2011年在巴基斯坦被绳之以法 英勇的美军将士履行职责 为全世界无辜的受难者 伸张了正义 针对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美国采用过安抚绥静政策 国会听证会疲劳 自2014年至2016年 美国可能向伊朗秘密运送了高达300多亿美元的现金 但不惜贿赂的办法没有换来和平 反而使中东乱象加剧 之后美国改变了对策 采用擒贼先擒王的办法 减少美军和平民的伤亡 2019年美军呼吸伊斯兰国头目巴格达迪 这个头号恐怖分子自杀身亡 2020年美军无人机精准击毙了曾杀害数以千计美国人的伊朗革命卫队总指挥苏莱曼尼 有人惊呼不得了 捅了马蜂窝必将爆发大战 而事实正相反 群贼无首 贼一心涣散 另一方面 美国斡旋促成以色列和阿联酋签署和平协议 是中东和平迈出历史性的一大步 世人眼里 国与国的战争 人与人的争斗都是利益之争 但从更高的层次看 当今世界正处于光明与黑暗正义与邪恶对决的关键时刻 恐怖主义极端思潮的根源乃是邪灵作祟 圣经上说 因为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 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 管辖这幽暗世界的 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 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 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 我们真正的敌人是资深恐怖分子的土壤 是魔鬼撒旦进入人心所造成的仇恨 凶残抵挡真理的各种罪恶 跟出邪灵的征战 远比消灭恐怖分子要艰难得多 唯有遵从圣经真理 才能消除人内心的仇恨偏执 与他人和睦相处 我们的孩子们才能免于恐惧 永远生活在自由安宁的大地上 每天一点点世界大改变 订阅就是支持 转发也是宣教 请您继续关注新事节目